非常非常的可恥 你又在反諮詢 你答不出來迴避問題 這是什麼態度 這麼傲慢 我要講的時候 不要再欺騙民眾說 可以分辨可以選擇 委員也不要用這種用語 放行行政院長蘇貞昌上台背詢 國民黨立委輪番出招 直球對決 馬政府的時候進口來牛 為什麼沒有標示 主席 這個真的跟你的愛將丁一鳴一模一樣 把美豬等於萊豬 誤導民眾 講完硬起來 不讓蘇貞昌使出101招反質詢 藍軍再提丁一鳴 打到蘇貞昌痛點 不要再拿這個來當作托實 一定要來推卸責任 你可以為你的愛將道歉三次 跟人民道歉 這麼難嗎 結束上週五株雜大戰 國民黨團改踩文攻 事前保密到家 讓律委很緊張 除了超前部署 議場門口排班首頁 更讓新家院長蘇貞昌 提前半小時先抵達立院 再經由律委築人牆 護送入內 即便藍尾順利放行 但就怕有個萬一 國民黨開黨團大會 新家院警官隊卻在外徘徊 被藍尾當場抓包 他在那邊聽 我們一開門之後 他還通報 就用電話通報 說我們開完了 那就是去監視我們嘛 說什麼行政院那邊 有一個據點綱哨 行政院什麼時候 有在101那邊 有據點綱哨 就隨便講 警政署是跟我講說 他們離那個 還是有點距離 所以不可能去偷聽 絕對沒有偷聽這回事 政院強調警官隊 依照慣例派駐警力 絕不會針對各政黨監控勤搜 但會與警隊討論 綱哨位置適度調整 從政院到綠尾 各個繃緊神經 就怕誅雜大政 在立法院再出現 Round 2 接著請由其他宣秀 突然報導 靠近代的 靠近代的 靠近代的